南京一学生被同学用书砸了头 家长连跑三家医院诊治后 索赔2.8万 综合媒体4月15号报道 周某和吴某是同学都在读初中 2020年5月的一天 吴某在教室里发放书本时 不小心将书扔到周某头上 随后周某被送往高淳某医院检查治疗 结果显示未见明显异常 两天后周某又被家长带去南京某医院检查治疗 检查结果还是未见明显异常 2020年6月 周某母亲又带着周某跑到上海某医院住院治疗了4天 结果仍是头眼部无明显症状 一连跑了三家医院 累计支出7000多元医疗费 之后周某家长起诉至高淳区人民法院 要求吴某所在学校赔偿其医药费 交通费 护理费 营养费 补课费等损失 共计2.8万元 吴某家长在庭审时称 事发后他们与老师陪同周某前往两家医院检查 结果都没有问题 可周某又需上海某医院治疗 这是没有必要的 吴某家长同意一次性赔偿吴某3000元 学校方表示 这是一次意外事件 学校在管理和保护学生等方面不存在过错 本着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自愿做出4000元的经济帮助 法院认为 初中学生带老师发放书本 是教学活动中的正常行为 学校在此过程中 不存在管理和监护方面的过失 无需担责 周某在南京的两家医院检查均无异差 医院未建议转院治疗的情况下 监护人将其带至上海某医院治疗产生的费用 细其自行扩大的损失 不属于阴暗设事故导致的合理费用 不予支持 近日 法院经核算 周某的合理损失不足3000元 但吴某自愿赔偿3000元 学校自愿给付4000元 均符合法律规定 予以准许